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五百七十五日 主题十回向 等一切佛回向 三 经文 本觉赞然 崛奇佛觉 明等一切佛回向 以上萧文至此 恭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五百七十五日 我们继续要来谈 等一切佛回向 这是愣言经中在谈见修 那如何修 就是依者清净心而修 所以谁所发行就会安利胜位 这个是有因有果 那修行呢 在日常生活中 是用得上 而且会让自己的身心 会越来越清净而欢喜 那到了十回向呢 就是非常清楚的 知道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第一叫救护一切众生 第二不坏回向 再第三呢 等一切佛回向 这个等一切佛回向 就是等一切佛 我们的发心啊 就跟佛没有差别 那至少自己的内心里面要肯定这件事 所以他讲 本觉赞然 觉其佛觉 我们的觉是已经跟佛是其等 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段呢 华言经里面就讲到 等一切佛回向的阶段任务 就是每一次的回向 都要当成是佛在回向 那我如果是佛啊 我在回向的时候 就会回向给谁呢 回向给一切的佛 回向给一切的菩萨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回向给一切身闻原觉等等 就是佛啊 回向的对象是一切众生 包括佛 所以等一切佛回向啊 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身口意 就等同于佛 那等同于佛 佛的这个修行啊 它是随时随地 都是最圆满 最满分 此菩萨摩赫萨随顺修学 去来现在诸佛世尊 回向之道 他遵循的是 佛陀回向之道啊 那当这样子的回向的心呢 会有什么殊胜的效果呢 菩萨摩赫萨所有善根 皆以大愿 你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用大愿来引导 那不管你是小小的工作还是影响很多人 你的心呢就是跟佛没有差别 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就可以看到啊 佛陀每天的生活也跟大众一样 所以我们每天要起时 佛陀也每一天要起时 那为什么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 我们每天也在起时 可是我们却是众生呢 最主要就是佛陀的每一个动作 他都用最圆满的心去做 那我们就会有时候啊 不喜欢的工作就随便做 迷糊模糊乱作一通 马马虎虎 所以呢就同样是过一分钟啊 我们的心就是一下子攀缘颠倒分别 一下子呢就昏沉无聊无忌 那佛呢这每一分钟呢 他都是啊全神贯注 身心自在 所以啊要学佛就是 以什么以大愿 那大愿要怎么样来练习呢 发起正发起 积极正积极 增长正增长 我们有可以看到哦 就是啊我都没有大愿哦 那你就发大愿 我没有办法发那我现在就开始发 我现在开始发我正在发 我正在发呢 就是开始呢 像佛一样啊 我以前都不知道啊 哦没关系你现在开始知道啊 还有啊过去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足 所以现在呢就有一点辛苦 不太熟悉 那现在呢就做什么积极正积极 我把它累积起来 把福德善根通通积极起来 那正在积极 哎呦我们常常啊都很多人会有这种疑惑 学佛哎到底会不会成佛啊 那有很多人也会怀疑你啊 你就要说正在努力当中 我渐渐的要努力 当然呢很多人就会觉得 哎呀师父啊 你这样子鼓励我哦 我会有压力 那事实上呢你不鼓励啊 你其实也在做 那鼓励啊只是一个方向 我们确定自己的方向 跟佛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还在努力当中 所以叫积极 然后正积极 佛修六度万恨 我们也是累积六度万恨 不管你修行多久 我们就跟佛一样啊 佛陀是无时不刻 纵使他成佛了 他依然在修福修会 那我们自己呢 当然就是也要像佛一样 那已经很用功了 还可以更用功 叫做增长 正增长 其实呢我们的每一个瞬间啊 都不是等着 某一个伟大的瞬间 然后呢赶快哦 这个重要的人来的 我要度他 那平常呢在身边啊 看起来不起眼的每一个人 好像呢 这都不是我要度的众生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想呢 你基本上 你一辈子都碰不到 你想度的众生 不是很难度 就是没有缘 要不然就是太喜欢了 就可是就变成了 不太能够拿捏 到底要放多少的力量 那要不然呢 就是觉得 这好像跟我不对盘 不投缘 纵使有缘也不投缘 纵使想投缘却没有缘 所以永远呢都在那边 分别啊 思量 然后在那边计算 总是觉得下一个可能会更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啊 去圆满所有的发心 众生无边试院度 那怎么完成呢 就是见一个度一个 见一个度一个 就请尽全力的 有些人呢 他的确会比较难调难浮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 就是在高雄 有一场演讲 那演讲里面呢 来了很多不熟悉的 不认识的 那熟悉的呢 就安排座位啊 他说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坐前面 那不熟悉的呢 安排座位 他也不要不要不要 那熟悉的不熟悉的到底 那谁要坐前面 都没有 那大家通通都往后面跑 那这样子呢 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想要的盲点 那最简单的就是 你通通都做最后一排 好 那最后一排做满了 那我们就把前面三排空位 把测掉 那第四排就变成第一排 那你如果要这样子呢 其实就是啊 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叫做朝三暮四啊 其实你跑来跑去啊 也都在同一个空间 可是却因为我们自己的分别取舍 就在那个地方啊 哎呀就多了好几个麻烦 好几个工序啊 所以啊 如果事情要简单呢 就是什么 哎呀随缘 怎么随缘 以前有一个道场啊 就有人发心送了一篮的水果 那结果这个住持法师啊 他就说好 那就我们现在就把它堆起来 那堆起来啊 这个水果啊 有的是很大颗的 有的是很小颗的 那这个水果啊 到底大家要怎么吃呢 那所有的生种啊 就照顺序 就开始呢排班 排班的就来这个 领水果一人一颗 那有的人呢 就会哎呀领挑很久 那挑什么呢 有的是要挑最大颗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想说 既然每个人一颗 那我就挑一个最大颗的 可是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也在挑 他要挑什么 挑一个最小颗的 啊别人挑剩的都给我 没关系 我就是选最烂的 那个没关系 那其实啊这两种人都是挑啊 那你挑最大颗的就是你自己啊贪心 你挑最小颗的也是贪心 因为你要显出自己的不执着 自己的恐容让离 那最简单的是什么 哎你就是啊看到什么就拿什么 不要分别 不管大颗还是小颗也就是差那么一口 所以啊我们就花很多时间总是在那边计算 然后呢又算计 又计算又算计 然后到最后呢就错失良机 那如果你不挑剔 就随缘尽奋 那一定会怎样 吸令广大 具足充满 你的心就是越来越广大 那不分别 不分别好物 你都其等的去度化 尽心尽力 是这样子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发心啊 那接下来呢就举一个例子哦 我们都知道道理哦 也知道要平等心哦 可是你做不做得到呢 其实最难做到的是在家 你在道场 大家互相忍耐一下就过去了 可是你在家呢 你不是互相忍耐 你忍一辈子总有一天你就会受不了 你会爆炸 那我们在家呢就要懂得如何好好的跟家人相处 所以这里讲到菩萨摩赫萨在家宅中 与妻子聚 也跟太太啊跟孩子啊都在一起 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依然啊未曾战舍菩提之心 正面思维萨婆惹静 你不要忘记你是发菩提心的 为什么呢有的人说我知道我都有发菩提心 然后在家里面呢就受不了这些人都不发菩提心 或者是不懂我发菩提心很了不起 那你就嫌弃啊这些业障的众生 或者是呢觉得自己很孤单 好像取高贺寡 那觉得自己的家人啊总是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障碍 那其实呢当我们起的烦恼心啊 你其实已经舍弃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知道啊众生无边施缘度 那包括我们家里的这一些众生 那依然是有菩提心的 依然是可度的 这其实就是我们要度的众生 所以在家里啊要做菩萨 那你要怎么样做菩萨 你要记得自己是菩提心 发菩提心 然后再来呢正念思维 要有正念呢 随时随地你都会在佛的境界上 萨婆惹静就是佛的境界 始终呢安住在其中 好自度度比令得就静 今生啊会跟这个家人结缘啊 会生在这个家庭 我就是跟这个家有一种缘分 那这个缘分是什么呢 缘分是因为我发的愿 要来度化自己的家人 所以不但是自己要能够 立于不败之地 正念思维萨婆惹静啊 而且呢还要怎样 善巧地度化家人啊度比 那目标呢就是要得就静法 以善方便化己眷属哦 但是每个人得度的因缘都不一定哦 也许我们很有善根啊 你的朋友或者是师父啊 一讲哎呀我们就会信寿 但是也许自己的家人并不是这么有善根 但是他的缘分呢 是否因为我们的善巧方便呢 就可以让他比较能够成熟 所以要很有智慧的去化度自己家的眷属啊 那因为每个人的缘分哦 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度你的众生 我度我的众生 一定是有缘才会出现 而且结为一家人的缘分 那一般人呢 其实啊没有到这么的深厚的缘分啊 所以你好像度不度啊 都没有什么得失心 没有得失心你就觉得比较好度啊 那你有得失心了之后呢 我这家里面的人 如果有一点点的善根 你就欢喜的不得了 那如果没有那么一点点善根 你就烦恼的不得了啊 所以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呢 你就要有这个佛的发心啊 善巧方便是化度啊 那怎么样 目的啊是要让 令入菩萨制 令成熟解脱 好那怎么样的成熟呢 就是 好那最重要的内容就出现了 我知道要度自己的家人 而且也知道自己的家人有善根 就要让他成熟解脱啊 那接下来呢 就要实践哦 那实践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在一起 就要练习不执着啊 虽与同止 我就是每天从早到晚都跟他啊 是住在同一个空间啊 都不会擦枪走火 不会起争执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负责自己的心不要执着 这个不只是家人啊 包括同事 还有同餐道友 在同一个道场当中 你只要一直秉持的心无所着 你就会度化所有的众生 以本大悲除于居家一词 执心故 谁顺其直 好这里呢就谈到居家 他的确是一个苦 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苦哦 那回到家 做什么 就是吐苦水 他就是啊 在外面啊 他也不敢要吐苦水 但是回到家呢 你就会听到所有的苦都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人能讲啊 他只能在家里面倾诉 那如果在家里呢 你一个讲的 讲的啰啰嗦嗦的 结果呢 他没有机会再继续的 无有挂碍的发泄啊 或者是弹出来啊 你就一下子啊 就没有体会到他的辛苦 他的痛苦 那直接就说啊 你这件事情已经讲了100次了 你还要讲几次啊 你不要再讲了 我都知道啊 那如果是这样呢 他的心啊 就没有地方依靠 所以要用慈悲心 这大悲心啊 就是知道体谅到 这个家人的苦啊 他就是每个没有地方可以杀野啊 他只能待在家里啊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自己任意妄为 那你不能理解呢 他的愚痴 或者是呢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善于处理自己的烦恼啊 那那我们就更是把他拘于千里之外了 他就没机会解脱啊 所以要用大悲心去体谅他 而且要拔除他的痛苦 第二个呢 就是慈悲啊 随顺 随顺 随顺这件事情呢 你可能在家里啊 不太容易哦 都是别人要顺着我们啊 我们是家里的三大王 就是天霸王 在家里才敢这样子 你出去外面啊 哎呀 你都必须要随顺哦 随顺地位比你高的 随顺能力比你强的 随顺啊 你的学长 随顺老人 随顺小孩 你各式各样的随顺啊 好像很委屈 其实如果有慈悲心的人哦 随顺是一点都不障碍的啊 因为自己的心啊 就随缘 然后呢 顺静而为帅子 这个自己的心呢 是在这个调顺的过程 不管遇到什么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都是顺 所以呢 如果你的心是慈悲啊 是无所拙的时候呢 回到家呢 依然是随顺 而不是假的随顺 如果你不是真的慈悲 是假的随顺啊 你回到家 你就原形毕露 就把自己这个 这个最亲的妻啊 儿啊 就拿来呢 这个随便啊 任意对待啊 因为什么 我在外面的委屈 我回到家 我就不要委屈 那就变成什么 在外面是一个样 在里面又是一个样 所以这里啊 就是要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啊 在他的身边 依然是保持正念啊 否则啊 我们自己啊 都是嘴巴讲的很好听啊 好像呢 念经念的啊 好多步了 结果呢 遇到这个可以放松自己的心 可以让自己的妄心 随便啊 串来串去 都不用掩饰的人 你就会不断不断的起恶念 不断的起恶念呢 到最后啊 就是让自己陷入恶念的惯性啊 我就是看到你 我就忍不住就要发脾气 我是就想发怎么样啊 我不想改啊怎么样啊 所以遇到家人啊 最容易遇到这种啊 叫做什么 就是啊 哎 已经都是破罐子破摔了 我就不管啊 任意妄为啊 那你到什么时候呢 才要修自己的习气跟脾气呢 啊 所以啊 不管是在哪里啊 在外面也好 在里面也好啊 你就要发菩提心 怎么样发菩提心 与菩萨清净道 无所障碍 你要维持的是自己的清净 而不要呢 随缘 随着缘 然后呢 顺境的时候就随随便便的对待 然后呢 在家里呢 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那我们总是啊 自己就是破坏了自己的清净道 如果能够提高警觉 尤其是在最清净的时候啊 你最清净的人身边你是最放松 最没有想到我要来修行啊 这时候你还能够修行 就表示啊 你的正念已经成片了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 我在道场啊很不自在 其实表示啊 你要多多的来道场 要让自己在道场当中的这种不自在啊 变成提高警觉 正念现前 养成习惯 最后呢 就近解脱 那否则呢 我们就是啊 每次都在用家里的这种习气 一直让他无限 无上限的 无限上岗啊 让自己的习气啊 哇哦 完全呢 不受控制啊 到最后连自己也受不了啊 自己也拿自己没办法 那就已经啊 就是很难修了啦 击重难返啊 好那这一段呢 其实啊非常的重要 精彩啊 佛陀啊都很了解我们最难修行的 就是在家里啊 那现在呢 就提出这个举例啊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练习啊 你现在在家里 就是最好练习的机会啊 那接着呢 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佛了啊 因为你只要开始修行 你的佛性就会启动 只要有启动 有因就一定有果啊 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 各位师兄大家好 我是阎明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师父 我想回向多有一个目标 有目标就是有限 能将有限变无限 就是回有像空 空不是没有 空才能建设有 一切菩萨适合于此修行 努力的去利益众生 广集无量无边的智慧 善根功德 在行住坐卧一切威宇中 实践一切火的智慧 来自利利他而能圆满成就 无有颠倒的回向功德 请师父开示 谢谢 谢谢元明的分享 刚刚讲的就是回有像空 其实所谓的回有像空 就是知一切法如梦幻泡影 当我们在回向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具体的有违法 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起心动念 无善不起 无善不休 无善言不言 当我们有这些善的作用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有一种功德力 这个功能就是功能 功能是什么呢 功能就是 它是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譬如说 这个电有什么功能 这个灯有什么功能 任何万物都会有功能 但是有的功能是好的功能 有的功能是坏的功能 那功德的这个德 就是指他的功能是好的 那这个好的是对自己也好 对他人也好 所以我们才会说 有这个功德力 我们就把这个功德回向 那看起来是有 其实要回向什么呢 回向空 就是空什么 空一切烦恼 空一切业障 空一切无名 那就像我们前面 然后在第二个回向的时候 就是要怎样 要坏其可坏 就是把这个可坏之法 给他给破坏掉 那这样子就可以怎样 就是进入这个湛然之境 就是不执着 那菩萨呢 因为知道啊 这一切法如梦幻泡影 所以他不会因此就是落入空 既然都是空 就没什么好努力的 并不是这样 而是既然他是空 所以呢 你不管做多少 他都是无有穷尽 你不会呢 觉得说啊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做的够多了 不会 你就是会拼了命 有就做 没有 也就努力的去发心 有缘的呢 怎么样 有缘的呢 我们就要把握因缘 好好的度化 没缘呢 没缘是这个菩萨呢 他会去创造因缘 你不认识我 没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认识 你不了解我 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我介绍 那你觉得师傅煮的饭呢 不够好吃 好 那我们再去练习 再煮更好吃 我们现在送这个经呢 好像不太熟 那我们再多练习几次 让这个经典可以非常的熟悉 凡事呢 都是一直不断的练习而来 那在佛的字典里面 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 那既然如此 我们应该要这样看自己 我们自己可以成佛 而不是佛那么伟大 我们这个妄想成佛 是不是太自不量力 如果是这样呢 我们永远都不会成长 不会进步 所以呢 就是菩萨的发心 他是唯有像空 那空什么呢 空掉他自我的设限 空掉对于自己 得患得患失 这样子你就可以 无有挂碍的去发心 就是尽心尽力嘛 纵使做不到100分 你的尽心尽力也会比0分好 那有这种心态呢 你就不会觉得很有压力 要不然呢 每天都是在想放弃的边缘 那到最后你就变成自己 把自己的善根给泯灭了 所以这学佛其实有很多人说 哎呀那个每次都自吹自擂 好像很不好意思 会不会太我直 所以每一次被人家称赞 自己都会觉得没有没有啦 不好啦 然后有的人还更夸张 就一直否定自己 那刚开始是怎么样 要多一点鼓励啊 那没有人鼓励我 那怎么办 自我鼓励 要帮自己加油 那你要先看到你自己的进步 看到你自己的愿意 你就会知道的确呢 我们自己是很有善根 那有一点点的自我吹嘘也是没有关系 总是比自己总是自卑啦 自己上自己的气来的好 所以一开始啊 你觉得要像佛这样 不断不断的赞叹我们 那我们呢 要怎么样得到这种赞叹 你就去读佛经 这佛经里面呢 都一直在赞叹一切众生的善根 你读了佛经啊 才会知道自己真的很有善根 那否则呢 你在这个世间呢 大概都不会碰到 很真心诚意要称赞你的 因为他也想不出什么好话 那佛陀的话最美 佛陀的话又真 佛陀的话又给我们一个向上的力量 那么就是开卷有益 好 谢谢元明的分享 谢谢师父 师父 还有各位师兄 阿弥陀佛一直应同 那今天呢是 等一切佛回向的一个主题 那回向个人的话的心得是这样子 回向它就像一个 一个善能量的一个循环 那它相反的就是一个恶能量 就是一个诅咒的循环 那我们要回向当然是选择这个善能量 那一开始的话我们回向的话都会以个人的亲朋好友 周遭的人来祝福希望他可以得到我们这一份的祝福 以这一份祝福的能量让他可以有所一些帮助 或是有所那个一些得到一些帮忙这样子 让亲朋好友可以就是然后自助 然后还有借我们的回向 有些帮忙这样子 那我在想说 佛陀一直在佛菩萨教我们来做回向 我在想回向 我们现在有知道要回向 要开始回向 这肯定是有因缘的 肯定是我们之前 在回向之前是接受到我们其他的亲朋好友的一个回向给我们 他的能量 他的善能能量给我们 那我们有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 在经由我们的身上再转发出去 所以是一个循环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 我一直这样往前推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接到亲朋好友的这个善能量 然后亲朋好友也有接到他的善能量 一直往前推 这个善能量从哪边开始呢 那我想到了 那从佛菩萨那边开始的 从那边发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那一份善能量的 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算是一个战存战 然后我们等到我们知道我们有那能力之后 要把这一方能力呢 再转出去 去帮助我们需要的人 那需要的亲朋好友 甚至他都希望我们可以回向给众生 不只是人 所以呢 所以是这份能量是由佛陀他所转发出来 藉由我们 个人这边收集到了之后 再转发出去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无穷无尽的 只要你有发心 你就知道说你要开始做回向 那你回向出去之后 佛陀的力量又给我们 那他知道说 你这个能量越累积越大 那甚至说你的能量越来也可以承受越多 他就给你更多的能量 你就可以转发更多的更多的 更多的那个回向出去 可以致力利他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这边今天的心得是说 这个回向本来应该就是佛陀 给我们的一种能量 那最后还是会回到佛陀身上 那这个就是整个圆满的一个 大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其中的话 佛陀教我们就是说呢 这个经文里面有写 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先发大愿 要正念 要正一些思想要是对的 而且是善的 然后把佛陀这个能量给传 转达传出去 让他可大 然后可广这样子 以上是弟子的分享 阿弥陀佛 谢谢殷彤的分享 的确呢 如果这样想的话 你就会觉得原来佛陀是这个最会发明很多的方法跟仪轨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佛法当中 这天下有很多的道场 每个道场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但是又有一个共同性 譬如说你要送个 送个经啊 他的遗轨啊 你不管在哪里你送到的是同一部经 那你要礼佛呢 你到哪里呢 你都可以礼到同一尊佛 你要听法呢 你听来听去呢 都可以听到就是一样的佛法 那这佛陀呢 他不但是如此哦 他也会教大家变成佛的方法 所以回向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变成佛 那让自己变成佛 那怎么样就要用接力的方式 我的啊 这边接收了很多的回向 然后同时呢 我也能够成为回向给别人的人 那这样子呢 其实啊整个世界的能量 是流通的 是没有挂碍的 那谁去开始呢 这个开始这件事情啊 就是佛陀他就把大家的这种 内在的潜力啊 给启发出来 所以其实不是佛陀给我们能量 是佛陀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能量的 然后透过回向呢 把自己内在的这个潜能啊 把它给发挥出来 那看起来好像呢 是一种送礼物的习惯 什么积极啦累积起来 然后呢 我有终于有累积到一定的能量之后 哎 我就在把他礼物一起送出去 那事实上呢 其实啊 佛陀就是非常知道 那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宝库 那借由这个遗鬼 感觉好像是送别人 其实呢 你自己啊 也是同事 也是接收者 那这样子呢 就会变成一种循环 那生生不息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就圆满的佛 那这就是佛的方法 所以非常有趣 就是佛陀很会设计 很多的修行方法 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依之而行 谢谢英童的分享